华联市公所执行环保政策 办理111年度源头减量及资源回收推动工作 获得华联县政府高度肯定 给予A组特优等的殊荣 而华联市长魏佳彦则强调 即便在疫情期间 华联市依然持续加强破代稽查 辅导民众落实垃圾分类及宣导处于正确回收的观念 减少资源浪费的情形荣获荣耀 全都要归功于新老的清洁队员 以及全力配合环保政策的华联市民 111年度华联县各乡镇市公所办理源头减量 及资源回收推动工作绩效考核 成绩在3月9号出炉 华联市不负众望 在A组获得特优等的肯定 市长魏佳彦表示 虽然华联市在面对疫情 造成垃圾量逐年升高的情况下 仍然持续推动多项政策 包含破代稽查 社区辅导 废物利用等等 辅导民众落实垃圾分类 及处于正确的回收观念 清洁队获得特优的一个A组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非常感谢清洁队 在我们疫情的这个当中 不只是疫情的这个部分 还是加强的在稽查跟宣导 我们希望往后 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希望走到学校跟一些机关 能够更落实我们环保的一些概念 让我们垃圾能够落实的分类 让民众能够了解 那未来也希望说引导一些 不管是机关还是孩子到我们清洁队来看一看 或是到垃圾厂看看 来知道说垃圾整个要分类 然后不只是让孩子有一些环保的概念 更能够让子子是不是知道分类的重要性 清洁队长吴庆展表示 随着人口增加经济观光人口快速成长 一般废弃物种类及数量也都大幅提升 为了有效减少垃圾量 延缓垃圾厂使用年限 化电室清洁队积极推动源头减量 加强资源回收循环使用再利用等相关宣导工作 借此加强资源回收成效 减缓地球资源消耗 提升民众生活品质 也让环保观念得以砸根 记者徐提琴华林士报导